各位好,今天是一个复习课 我们将会对基督教哲学这一阶段 做一个回顾和总结 同时也为后面的节目做一个铺垫 复习课重点是需要帮助大家 把前面的内容重新梳理一遍 化繁为简 从而更好地理解这一阶段的哲学历史 接下来我们一点一点去回顾前面的内容 我们将会从时间、历史背景、阶段、思想代表 以及对后世产生的影响这几个维度去回忆 首先我们要确定的是基督教哲学在历史上的时间 起点是公元一世纪 终点是公元十六世纪 这一千多年的时间便是基督教哲学的时间跨度 随着古希腊哲学逐渐衰退 当时的人们由于历史的原因遭遇到了一种巨大的痛苦 需要在精神上寻求解脱和救赎 于是基督教神学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并成为了主宰西方一千多年的第一大宗教 基督教哲学便是一种通过哲学的方式 为基督教的教义进行辩护的哲学体系 简体是在基督教信仰背景下的 当然哲学强调的是理性 而基督教是一种信仰 所以基督教哲学一直在调和信仰和理性的矛盾 那么为了更好的理解 基督教哲学是如何为基督教教义辩护的 我们就要首先去了解基督教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宗教 因此我们讲到了基督教的起源 创始人和基本教义 基督教起源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当中 公元三年由于战乱 使犹太人陷入到痛苦不堪的绝望当中 于是将希望寄予一种宗教的世界 希望出现一个救世主来拯救苦难的人民 所以在精神层面寻求解脱的需要 促使了基督教的产生 耶稣基督便是基督教的创始人 圣经是基督教的最重要的经典 分为旧约和新约两个部分 旧约是上帝与犹太人定立的契约 新约则是上帝与所有人定立的契约 所有人都可以因为信仰耶稣基督而获得拯救 基督教的教义强调了三大学说 上帝创世说 原罪救赎说 和天堂地狱说 核心思想就是为了传达信 旺 爱 这就是具有着救赎精神的基督教神学 人们因为信仰耶稣基督 信仰上帝而获得一种救赎 获得一种解脱 基督教神学关注的是人的生存境遇问题 如何才能更好的生活 如何才能摆脱痛苦的煎熬 这是信仰的层面 所谓信仰就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相信它 因而这也是具有一种神秘色彩的 这一阶段的基督教哲学因云而生 通过哲学的方式为基督教辩护 分为几个阶段 使徒阶段 教父哲学阶段和经院哲学阶段 公元一世纪使徒时期 是耶稣的门徒进行传教的时期 公元二世纪到五世纪 是教父哲学的发展阶段 以柏拉图的神秘主义为基础 推崇一种信仰至上 超理性和反理性的基督教哲学 代表人物便是奥古斯丁 我们讲到了奥古斯丁的三个主要思想 真理与光照 创世与时间 原罪与救赎学说 来体现他对基督教的辩护 这三个思想分别体现出了上帝的 全知 全能和全善的特征 公元五世纪以后 具体是从公元476年 西罗马帝国之后 陷入到了战乱时期 这就是一段黑暗时期 哲学停滞不前 一直到公元800年 查理曼帝国建立以后 社会逐渐稳定 文化复苏 11世纪基督教哲学又复兴起来 从11世纪到14世纪 是基督教哲学的第二阶段 经院哲学 主要受亚里士多德理性哲学的影响 强调用理性为基督教辩护 我们讲到了两位哲学家 安塞尔摩和托马撒奎纳 安塞尔摩是早期经院哲学的代表 他提出的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 是用一种先天论证的方式 从概念本身出发 推出上帝存在 而托马撒奎纳是经院哲学的极大成者 他通过一种后天的论证方式 提出上帝存在的五路证明 四个宇宙论证明 一个目的论证明 来推出上帝存在 可以看出 经院哲学的论证 已经带有一种理性和逻辑的色彩 也在无意中开启了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义先河 但无论怎样 经院哲学还是在信仰的层面背景下论证的 无论它的理性色彩多么浓厚 还是逃脱不了为信仰辩护这个大的历史背景 因为在基督教神学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欧洲 哲学是神学的婢女 紧接着 我们讲到了在经院哲学中 一个纯粹的哲学问题 共相问题 我们通过白马非马的命题 引出了共相这个概念 共相就是从个别事物中概括而来的 共同的特征 关于共相问题 产生了实在论和唯明论之争 实在论就是把共相 当作一个独立存在的客观实体 而唯明论 则把共相当作是一个名词而已 并不是独立存在的 只有个别的事物是独立存在的 紧接着我们又说到了极端唯明论 极端实在论 温和唯明论和温和实在论的观点 这里就不做过多的解释了 在晚期的唯明论中 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 奥康 他的一个重要理论 奥康的踢刀 如无必要 切勿增加实质 就是针对实在论而言的 不用再把共相设立成一个实体 在个别事物之外 没有必要再设立一个普遍的实质了 14到16世纪 经验哲学逐渐衰落 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 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好了 基督教哲学的部分 到今天为止 就全部讲完了 我们再来整体回顾一下 之前讲到的哲学史 古希腊哲学阶段 哲学家关注的焦点是客观世界 从世界的本源出发 到苏格拉底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探讨的都是外部的世界问题 而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 则是探讨的人的生存问题 人的主观精神的问题 虽然这个时候 搬出了上帝这个客观精神 但其实这是人主观精神 在哲学上的一种异化形态 想想看 上帝认为 或者对上帝的信仰 最终的终极落脚点是什么呢 还是人自身的主观精神吗 所以说基督教哲学时期 关注的焦点是人自身的精神问题 而随着基督教后期发展的世俗化 人们的精神被蒙蔽 人们沉浸在一种扭曲的信仰中 神学已经失去了原有的神圣和敬畏 随后宗教改革兴起 才加之当时文艺复兴 这就促使了后世哲学的发展 古希腊哲学关注客观世界 中世纪基督教哲学 关注主观精神 那么近代哲学阶段 哲学关注的对象又会是什么呢 下期节目我们就正式进入到下一阶段的学习 我们先从文艺复兴时期讲起 人自身的觉醒和理性主义 是近代哲学产生的萌芽 下一阶段将会是西方近代哲学 非常有意思 也是非常精彩的部分 好好消化之前的内容吧 感谢收听 下期见